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家常菜 尖椒炒荷包蛋 尖椒脆爽,鸡蛋入味 下酒又下饭 首先准备三个尖椒清洗干净 去掉尖椒籽 用手一推一拉 尖椒籽连同瓣就一同取下来了 用刀轻轻地拍一下把它拍晕 这样炒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从中间片开,斜刀切成菱形块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三四粒大蒜 用刀拍晕作碎 条件好的同学,放两根火腿切成薄片 碗中单手打入三个鸡蛋 因为我们要做荷薄蛋 所以鸡蛋不要用筷子搅散 放入少许胡椒粉去清风香 起锅,锅中不放油,不放水 放入切好的尖椒,在锅中干煸 开中火在锅中煸炒两分钟 把尖椒煎出虎皮 期间可以用勺子轻轻地按压 这样更容易煎出虎皮 经过煸炒的尖椒会减少一些辣味 而且吃的口感更香更脆 擦好以后,盛出,倒入盘中备用 另起锅,锅烧热,放入少许油 先用油,润面锅的全身 油热以后,放入一小层食用盐 这样煎荷包蛋不粘锅 而且会入少许底味 放入打好的鸡蛋 鸡蛋放进去以后,先不要着急搅动 等待其定型 定型以后再晃动锅 煎好一面,趁其不备 翻过来煎另一面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 老嫩程度根据个人喜好 煎好的蛋饼盛出稍微控油 然后放到案板上,改刀成小块 这个时候的煎蛋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外焦里嫩,看着就流口水 锅中不用再放油 利用锅的底油,放入切好的蒜末 在锅中煸炒出香味 放入少许豆豉酱 继续开中小火煸炒 小料炒香,放入炒好的尖椒 在锅中开大火煸炒 烹入一点生抽酱油 增加鲜香味 再根据个人口味 放入适量的盐 一点点白糖中和辣味 放入切好的火腿 在锅中翻炒 把调料全部化开 可以稍微加入一点花椒水 这样吃起来更有味道 随后放入切好的煎蛋 烹入一点锅边醋 解腻增香 一道超级下饭的尖椒炒荷博蛋 就做好了 在做这道菜之前 一定要多蒸一点米饭 两大碗米饭都不够吃 太费饭了 感谢您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